仓储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蜂蜜的空间 所以在万一内部发生火灾的时候 事实上灵火不会很大 大部分都是熔烟 在那么大的空间 他们是容许不用防火隔间 那这个对整个火灾来讲 是一个很致命的打击 所以我们最近我们也跟中央建议 希望是不是能够设立 要求有这个防火隔间的一个设立 看到白烟不断地从厂房冒出 员工紧急逃出情况危急 桃园消防局在巴德区的低温物流中心 办理抢救演练 模拟低温仓储因为温控设备异常 导致火灾 物流员工依照自卫消防编组任务 执行通报灭火 避难疏散以及救护等等应变措施 消防人员到场之后 立即部署水线以及导光锁入式抢救 并且操作云梯车 抢救仓储员工 尤为低温仓储因为保温需求 而结构较为封闭 调度大钢牙 支援模拟仓储的裤板 以利火场排烟以及残火的处理 未来也希望透过修仿 让仓储可以设置防火隔间 让火灾的灾情减轻 然后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感谢观看